王先生的态度十分坚决 他要离婚 而刘女士的沉默也让我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段婚姻还有没有走下去的可能 金牌调解团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观察员廖喜玉首先带着王先生进入密室 刚一落座 王先生的态度出人意料 在这个婚姻室 我确实有些不作为吧 自己有些不作为 就是我看到他有些不合适的地方 自己没有出动就觉得他提出来 又有点感情了 有点不作为 有点罢人 就是说不够不合适 王先生不仅积极地承认了错误 还说出了这样一番誓言 听完这番话 廖喜玉忍不住哭了 作为一个男人 我感觉 当初喝一点女孩子 然后就哭吧 可一个结婚 对对家也是一种承诺 如果没有 没有得到最后 我觉得我这么男人也是 非常抱歉 也是 也是不管对方如何不好 也就是说你最初的承诺 没有坚持到最后 不管女方怎么样 做一个男人 你是失败 你是辜负了 对吗 看得出来 王先生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 可既然有情 他为什么不愿意给妻子一次改变的机会呢 不管怎么样 给他一次去 对吧 阿姨是这样 嗯 我 之所以这么的决定 还要我脑裤无情 是因为我出于 对他的了解 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 毕竟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了 我比所有人都了解他 也就是说他能不能做到 或者会不会改变 我比你所有人都更清楚 王先生表示 他不是不给妻子机会 而是他看不到妻子改变的可能 十六年的婚姻 他曾经有过期待 有过等待 可等来的却是失望 看来王先生的心意已定 连一项经验丰富的廖喜玉 都无法找到他的情感突破口 这张廖喜玉不得不怀疑 王先生离婚的背后 是否另有隐情 王先生的回答 斩钉截铁 也许他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忍无可忍 极力逃脱 而在密室外 气氛比较缓和 观察员李宝青 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从来都没有人讲过我怎么样做媳妇 怎么样做女儿 我都不会做 我不会和人交流 我欠缺很多东西 我自己都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对于李宝女士来说 童年的阴影一直归之不去 她不会爱 更不懂得爱 可是当她懂得这一切时 是不是真的已经完了 观察员李宝青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你得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这次回就开始 不管她是怎样一种状态 那是她 家里该甜点什么 甜点什么 你要学会 包括你着装 太简单了 李宝青认为 刘女士要先学会爱自己 才能爱别人 也只有改变了 才有希望争取到自己的幸福 李宝青的话 就如同一股暖 刘昏暖着刘女士的心 可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 密室里情况非常危急 廖西宇将近一个小时的努力 都未能改变王先生的心意 这时观察员徐晨刚决定 做最后的努力 他要从男人的角度 和王先生谈一谈 一直以来 这么多年以来 没有人告诉他 你家不应该是过成这个样子 也没有人教会他 家应该怎么去 我们希望的是 给你们这个家三个月的喘息的机会 不是苟延残喘 而是用这三个月的时间 通过我们告诉你们 尤其是告诉你的妻子 家应该怎么去经营 去改变 用一种新的改变的方法去做 徐晨刚尊重王先生的选择 只是希望王先生能给刘女士 一段时间作为缓冲期 王先生能同意这个建议吗 这段16年的婚姻 还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吗 密室过后 两人又在写着什么呢 警方的这一段时间 有很正确的